這一個立委補選的選區 當然柯文哲挺成思語 蔡英文挺何志偉 今天還要幫他掃接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下午林志堅 鄭文燦 會陪著何志偉在迪化街掃接 然後蔡英文也會第一次 幫何志偉站台 所以這是一個蔡英文 韓國瑜跟柯文哲的一個對決 總統前哨戰 韓國瑜的這個站台 應該對於陳平甫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定心丸 接下來今天晚上 馬英九 最近是馬大九 還蠻紅的 要陪陳平甫到士林夜市去拜票 這個選區 士林大紅這個選區 過去的有效選舉人 大概是26萬票 補選的投票率比較低 大概是4成左右 換算的話 大概是投票人數會有10萬票 也就是說可能是一個4萬票的門檻 就會當選 現在這個選區的戰況 是不是非常激烈 韓國瑜幫平甫站台之後 對整個選舉有什麼幫助 我想這個到時候還是 真的還是回歸到我們候選人本身 韓市長能上來 當然對我們所謂的向心力 一定有某種程度上的幫助 但是畢竟我們韓流 這個是效果是全台灣省 這次選舉的範圍裡 大概就只有大同跟南士林 其實立委的選區 是比議員還小 議員還至少兩個選區 我們立委的部分才一個半的部分 所以到最後還是回歸到 基本盤的部分 到底哪邊人可以動得出來 才是一個關鍵的 最重要的要素 你選前還希望韓國瑜 再繼續幫你站台嗎 他有安排嗎 目前沒有特別安排 但是市長的部分 畢竟他是工務繁忙 只要他有機會 他還是都會再上來這樣 利用工務之餘的部分 再來幫我們加油打氣一下 不過上一次這個站台 還是沈大樓喊話之後 不是 摩開 所以這邊感謝沈大樓是不是 韓國瑜他吃飽了 你知道嗎 吃飽了 你就這樣繩繩繩繩繩繩繩 他就來了 你就像丁手中 他就不會來了 丁手中冷冷 買來好 不來耍 我如果去求你 要求他 要說我正團看你 你知道嗎 你後面如果往上更要爬到 雄心的話 我這立委對你怎麼沒幫忙 對不對 感謝大樓 你這都機密 你講了很多的國家機密 這就機密 當我們有很多科粉跟韓粉 我跟大伯 我不是科黑 科黑是恰吉 恰吉就是坐陳彬甫位置 那個王世堅 我不是科黑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在去年九合一選完之後 誰在靠誰 科文哲說這你們要問 其實科文哲的風度很大 科文哲他進場都不打了 這是去年戰犯 那時候這個是 他跟蔡總統見面之後 傳出來說他要求民進黨 交出戰犯 那時候科文哲回應說 台灣最不缺的是謠言 他這樣講 他這樣講 好 再來 科文哲說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這個就回應說 他為什麼要去靠韓國瑜 其實官方因為你看到的新聞 很多都被剪掉了 因為現在網路關係 我都去看那個母袋 我就看母袋最準的 其實科文哲很多記者問他問題 他是不打的 人家問你 韓國瑜你也可以不要打 那你為什麼要打 你看他說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這是去年的12月18號 昨天的專訪說 民進黨你先把戰犯交出來 繼續逼問 有的都是你在說的 我要講一下王世堅 我剛剛不是無聊Q他 我這個禮拜一來 我講的事情跟禮拜二 就前天王世堅來 我們兩個講的事情是一樣的 同一件事情 但是非常遺憾 因為我先看 沒有follow到 那就是韓國瑜後來 就是柯文哲自己爆料 說他被北農總經理趕下來之後 有到台北市任務上班三天 然後就走了 那為什麼走 所以我呼應剛剛韓漢講的 兄弟有這樣幹的嗎 你在我的台北市政府裡面 是在我的城堡裡面 我是台北市長 新潮流有意見 民進黨有意見 干我什麼事 我又不是民進黨的 我如果今天我把你當作兄弟 誰來攔我 我就叫你坐這個位置 有幾職顧問 你就當然你怕什麼 蔡壁如被罵成這樣子 蔡壁如在台北市 被我站到這樣 我還是用蔡壁如 為什麼你沒有這樣對韓國瑜 所以我補充剛剛賓甫講那個 他去幫陳秉虎 但是其實我嚇一跳 因為我禮拜天聽陳秉虎 說這個市長 公共犯罪 我以為他不會來了 可是他來了之後 很多人就想起丁手中 你那時候怎麼不來 所以韓國瑜這一次 雖然是一個很短的行程 就是一個餐廳 然後大家喊個口號什麼 其實對國民黨的支持者來講說 這樣這個不太欠 就是柯文哲跟韓國瑜 你們以前有關 有長官不守的關係 我來看 我認為不太欠 我現在你想想看 如果丁丁來 丁丁才出3000多票 丁手中 丁丁是逆征 3000多票而已 以韓國瑜的那種聲量 他也來合體 一定過 3000多票 我在戴一綱節目 我會多一個0 那個是3萬多票會翻過來 結果他沒來 這個遺憾不要再發生 我不是講民調 也不是預測選舉的結果 我說韓國瑜他忽然跑來 幫陳平普站台 所以對柯文哲的 我沒有討厭 我以前你來不保護我 三天的時間 你叫我走就走 韓國瑜也走 所以不要再把柯文哲 跟韓國瑜做連結 那是不一樣 一個是無黨籍 韓國瑜是國民黨的 這個差別是不一樣的 不能把丁手中的敗選 歸咎於韓國瑜 這個我同意 但是賴老師你應該瞭解說 有些藍軍跟丁丁的粉絲 不是這樣想 不是這樣想 因為主持人知道 我每天整理報紙 有一張報紙 我一直放在我的包包裡面 就這一張 這張 這張是第一台中的活動 這個是燕子 這個是漢子 這個是凸子 我請問觀眾朋友 這三個是不是都贏了 這是投票前 在台中的肇事活動 三個都來 當然是這兩個跑去 台中找盧秀遠合體 我們所謂叫合體的肇事 這個是在11月15號 因為本來11月11號 他們六都的候選 要在凱道合體的 結果取消 所以觀眾朋友 我現在不是做敗選檢討會 已經選定選了 我要告訴你 如果丁丁站旁邊 如果丁手中也在現場 我現在講這個是標準的馬後炮 我也給觀眾朋友 如果今天丁手中輸 柯文哲是三萬票 我連談都不談 他只輸三千多票 而且是因為中選會的奧部 搞什麼鬼 大家排隊排那麼長 其實對任何人 我覺得對柯文哲也不公平 對丁手中尤其是不公平 所以類似這樣的遺憾 主持人 我用遺憾來形成 就是2018的遺憾 2020是不能重演的 所以剛剛少廷議員講得很好 中選會主委已經換人了 這種狀況又不會再發生 我請大家講說 如果今天是丁手中贏 我是一個假設 如果今天丁手中贏了 台北市長的話 那個民調怎麼不見了 民調會這樣子嗎 柯文哲還要掰嗎 戰犯交出來 你那個器官買賣很明顯 是獨派台灣社去弄的 你叫民進黨 叫民進黨跟台灣社 根本不同的組織 他怎麼叫 你很清楚 那個器官買賣的東西 跟民進都沒有 感覺柯文哲有知道 其他的內情 不然怎麼會一直糾結 在這件事情上 因為林鶴明第一時間 就出來幫柯文哲講話 林鶴明幫柯文哲講話 你看那個多誇張 所以我的意思說 我不是去檢討韓國瑜 我也不是要幫丁手中深淵 而是我要剛強調說 因為韓國瑜上來 剛剛指責講 幫陳平鶴一站台 那個效應是什麼 所以很簡單 假設如果照邵廷講 如果韓國瑜沒有在 2020年的選票上面 如果沒有的話 他要幫誰站台 他一定幫國民黨站台 所以他跟柯文哲 撤是遲早的事情 不是說一定要撕破臉呼罵什麼 他一定是忠貞的國民黨員 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沒有什麼硬碰硬 碰碰的問題 我非常認同前面幾位前輩講的 他是很清楚的告訴柯文哲 我不是你小孩 當初我也許是在北農下面 也許我在最後去當了 三天的市政顧問 但是現在我也是難罷天的 我不是你的小孩 我所有人 我沒有給你硬碰硬碰碰 你大家越要 我很承認 覺得說越是大家說 他怕柯文哲 而不來的情況之下 他越會來 對 我個人認同 陳平鶴 他是不是沒所謂 沒所謂 他已經表達非常 他可能很討厭人壓說 他跟柯文哲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今天其實多次提到就是 如果丁守中在選舉期間 有跟韓國瑜同台的話 可能會是怎麼樣 今天是一 二 四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事情就講 以後可能大家就不用 再討論這件事情 我有專訪吳敦英議主席 他說韓國瑜沒有來台北 幫這種站台 是有情有意的 因為他跟柯文哲之間 過去有淵源 我們現在講說 你盡量沒所謂 你講這個也不好 我先跟他 我把他講清楚 我把他講清楚 第一個是這樣 以後就沒有欠 第二個是 剛剛有講到 剛剛慧永哥講的是重點 11月15號的時候 其實 12月還11月 11月 後續他有好幾次的機會 其實丁守中 是可以跟韓國瑜同台的 他的條件就是 我不方便到台北市來幫你站台 可是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同台 譬如台中 如果到台中 如果到高雄都可以 但是丁守中拒絕了 丁守中他不要說 我何必要離開台北市去跟你同台 所以今天不能講說是 韓國瑜對丁守中沒有情意 他不排斥跟他同台 再給他講清楚 是丁守中可以到高雄 對 丁守中覺得他沒有必要 第二個 我們也就事論事 現在回來看 韓國瑜贏了15萬 但是事實上在選舉的時候 誰都說不準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韓國瑜自己評論 我的年輕族群 網路上喜歡我的人 會不會有磕粉 如果我去了以後 影響到我的 我沒有問題 他也要顧自己 所以現在再去講說 選舉的時候 韓國瑜沒有到台北市 跟丁守中同台這件事情 都是韓國瑜的錯 又或是都是因為柯文哲懼怕 這不是事實 因為這選舉策略上來講 如果去了韓國瑜落選了 被水上透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今天把這個話 都講清楚 就是說其實丁守中委員 他有他的選擇 但韓國瑜並沒有欠丁守中 他也沒有欠柯文哲 重點就是韓國瑜有邀 丁守中到南部來 一起合體造勢 應該說黨部有規劃 但是丁守中沒有同意 三次就在台中出現了 但是如果你不能逼任何人來 你看我都遺憾 你說什麼都有道理 但是這邊沒來就不對了 他來 有來 還要再來